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妄图以台制华 必将以失败告终 前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去年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致辞 气势汹汹 结果以台制华势力还没清除 他自己先中箭落马 6月2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 开除李尚福党籍 并终止二十大代表资格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去年8月底 李尚福在北京举行的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开幕式 发表演说后 从此人间蒸发 过了两个月 人大常委会免去李尚福 国务委员 军委委员 以及国防部部长职务 当时外界揣测 李尚福可能涉及弊案 遭到调查 如今获得证实 至于前大陆国防部部长 魏凤和也被指控 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遭取消上将军衔 6月中旬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陕西延安召开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会议时 强调要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外媒美国之音引述专家分析 表示一天之内开除两位前国防部长 是中共建政后破天荒第一次 选在三中全会前夕宣布 就是要凸显习近平控制军队的力道 不会手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